来了来了来了 被誉为银色闪电的大陆国产 最新型隐形战机殲35A 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 还进行了飞行表演 飞机的外形非常干练 大陆央视报道 殲35A是一机多型的空海战斗机 最大起飞重量逼近30吨 这次亮相航展 意味着殲35A 已经是中共空军的正式装备 代表中国大陆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拥有两款 现役五代战机的国家 俄罗斯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苏凯57也来到珠海航展 还做出高难度的落叶飘特技飞行 之所以在盟友国 卖力展示战机性能 与会的前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 教官吕理师做出分析 他透过这样的展示 然后想要吸引解放军 来采购苏凯57 珠海航展的室内展区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外国的展位 在我的后面的话 这个法国的展商 他们主要展出的是航空航台的一些原材料 油漆还有涂料等等 另外在我的左手边那边的话 是欧洲空中巴士的子公司 这次珠海航展 有49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家企业来参展 官方统计境外展商达到155家 比上届成长98.7% 沙烏地阿拉伯国防部参谋长也清零现场 巴西和巴基斯坦不仅带来最新的装备 也向外界传达在防务领域上寻求 与大陆密切合作的讯息 陆媒粗估上届珠海航展第一天 交易金额就突破2500亿人民币 这次航展有机会再创新高 TVBS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珠海采访报道